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总是让家长帮忙批改作业 自己承担了太多教师应付的责任 完了还要昧着良心说老师你辛苦了 说实在的老师辛苦什么 教我教改我改 是谁辛苦啊 这番话迅速引起了广大家长的共鸣 压垮成年人只需一个家长群的微博话题建立后 短时间内阅读量破亿 登上热搜榜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表达自己的身心俱疲 这件事情不仅上了热搜 还上了央视的晚间新闻 央视新闻点评 家长批改作业是老师的缺位 各路媒体也纷纷跟进 掀起了广泛的讨论 其实这并不是个例 而只是冰山一角 每隔一段时间就报上热搜 河北一个家长迎批改作业问题 在班级群里怒怼老师 我下班到家这么晚 时间都不够我歇会儿的 我能教用你吗 一位爸爸质问老师 到底你们是老师 还是我们家长是老师 还有一位爸爸在接受采访时 委屈地说 我们又没什么文化 有时候必改错了 还会被老师在群里点名批评 而最心酸的是 有一位父亲在开家长会时 崩溃大哭 因为他的工作 每天都要加班到凌晨 没时间看微信群里的消息 老师便在家长会上 提醒了他几句 让他在群里积极一点 于是这位父亲崩溃了 家长群是家校联络的工具 初中是为了让沟通 更加顺畅便捷 为什么却成了 家长压力的来源呢 问题可能处在 逐渐变味的教育方式 现在几乎都是让教育 回归家庭 于是教育孩子的大部分责任 都压在家长身上 而老师和家长之间 联系最紧密的方式 就是家长群 老师在群里发号施令 学生们在群里领取任务 好像没有孩子什么事情 很多任务 直接落在了家长们的头上 家长成了被考核的对象 这些任务 有些非常繁琐 稍有不慎就会出岔子 有的很考验家长的能力 简直是重新接受一次 教育的节奏 家长如果由于精力 或水平有限 在完成任务时 出一些纰漏 很可能会被在班级群里 公开处刑 这位家长 我不知道你进班级群 干什么来的 你们配合我们工作 我们自然会更加在意你家孩子 你当家长都不对孩子负责 那你符号都打错了 分分钟重拾小时候 在课堂上 被老师点名批评的恐惧感 更加令人窒息的是 有时还会遭受人身攻击 江西安吉 几名家长 因为没有批改孩子的作业 被老师在家长群里嘲讽 你们是二年级的口算 自己都不会呢 还是昨晚赚了几百万 家长弱弱的辩解了几句之后 老师更不客气了 说 你这样将来孩子 也跟你一样可悲 不禁感叹 这一届家长 真的太难了 白天是任劳任怨的打工人 为了工作熬到头突 晚上还得辅导孩子做作业 在家长群里汇报打卡 一天到晚不得闲 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 工作不能出错 家长群里的任务 更不能出错 稍不留神 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 他们就像铁打的战士一样 连轴转 不敢拒绝 不敢逃避 所有的痛苦 只敢往自己的心里压抑 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 当教育回归家庭 每一个中年人都战战兢兢 疲于奔命 他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来应付各种挑战 首先是让人胆战心惊的 家长群动态 草中晚不间断地 跟随着马屁精在群里问候老师 每天说一句老师辛苦了 逢年过节送上祝福是必须的 虽然都是复制粘贴毫无诚意 有的家长动不动 就是对老师长天大论的歌颂 甚至还有的会为老师复诗一首 看到这些细经家长 你还敢淡定潜水吗 为了孩子 老师的通知你必须回 家长的讨论必须参加 给老师献殷勤必须情真意切 无论你是在加班 还是在洗澡 还是在旅游 前段时间有个家长群 前规则就说的特别贴切 老师的通知是必选项 家长的讨论是可选项 像老师献殷勤是被选项 可一旦关系到自己的娃 所有的不满和无奈都要放下 这一切都成了必选项 其次是辅导孩子作业 比起让人胆战心惊的家长群 辅导孩子作业更是一种灾难 现在有个词叫恐辅症 形容父母辅导作业像肚结 一辅导就会情绪失控 血压上升 不写作业母辞子孝 一写作业急飞狗跳 陪孩子写作业心梗住院 做了两个支架 这不是段子 而是现实中真实上演的血泪事件 上海一位妈妈在家辅导作业时 与儿子发生冲突 一气之下跑出门跳河轻声 消防员接到报警赶来营救 这位妈妈大喊 不要救我 我真的太累了 还有深圳的一位爸爸 下班辅导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写作业 最后急火攻心 晕倒在地 被紧急送到医院后 诊断为急性灌脉综合征 无论家长本人在职场上 如何叱咤风云 在社交中如何游刃有余 都会在孩子的作业面前 拜下阵来 急持白脸 风度尽失 好玩孩子后 又觉得自己不够慈想 害怕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一边自责 一边再次控制不住自己 中年老父母 在一次次的撕扯中 痛苦不堪 最后 如果你有幸在前面两关 留下一口活气 别急着庆幸 后面还有一个终极大boss等着你 完成孩子的课外任务 没有给孩子做过手工作业的 一定是假家长 哪怕你是个手残党 也不得不硬着头皮 皮挂上阵 连续三十天画月亮 家长累瘦了八斤 写一个官后 敢需要一万字 然而家长们编一晚上才能勉强写一千字 数学作业是数一万厘米 家长和孩子数了整整 一晚上依然没有完成 很多作业明显超出了小学生的认知和能力水平 怎么办 当然是只能由家长代劳 家长们被迫在本职工作之外 重新荡一回学生 这让他们心力交瘁 苦不堪言 仿佛有一根链子 通过家长裙 穿过孩子 深深地捆绑住了家长 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不仅不能休息 还有更艰巨 更需要耗费心神的任务需要处理 当代家长们纷纷困在家长群里面 本来生活不易 工作压力巨大 而老师们还把教育的任务 全部压到家长身上 他们仿佛扛着两座大山 缓缓爬行 就像一台24小时不停运转的机器 时刻不得停歇 这是家长们的心酸 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常常我会回想起我们那个年代 记得在那个年代 我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 根本没有什么精力来管孩子的作业 我们从小把钥匙挂在脖子上 自己管好自己 我们每天都会玩到天黑才回家 和小伙伴一起玩泥巴 做游戏 还有各种有趣的事情 回家之后 我们会自己完成作业 第二天把作业交上去 大部分传授知识 批改作业的事情 是由老师完成的 那个年代 父母不需要为我们太操心 他们顶多就是督促我们 把作业做完 在成绩单上签个字 一学期参加一次家长会 然而现在 一切都变了 如果教育回归家庭 表面上考的是孩子 其实暗地里是家长间的角力 比谁更舍得投入时间 精力和金钱 比谁更能拼命压榨自己 完成作业还不够 还要做好课外任务 完成课外任务还不够 还要为班级建设做各种贡献 如果别人的孩子抱了培训班 别人的孩子暑假和父母一起出国旅游 别人的孩子六岁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作为家长 如果不能为孩子创造同样的条件 那仿佛就是不称职 就是在拖孩子后腿 于是 天价学区房 天价课外辅导班等各种怪状就诞生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有几个家长能够保持佛系和淡定 只能没有条件也要拼命创造条件 有钱的家庭还好 可是没钱的家庭呢 自己有文化水平的还好 可是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呢 显然 这样的现状是畸形的 是不合理的 家长的责任正在被无限放大 甚至出现了教育就是拼家长 这样夸张的说法 把家长们架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 可是我们应该好好想想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教育是由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组成的 家长主要负责性格品行 行为习惯的教育 老师主要负责文化知识的教育 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彼此有明确的界限 各自有着自己的任务 当家长越界 把教育全部推给老师 那对老师来说是负担 而当老师越界 把教育全部推给家长 那对家长来说 也是灾难 老师 家长 学生 学校 这四方应该取得一种平衡 一旦失衡 就会造成教育的畸形 教育不是家长一个人的任务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也承担不起 其实我特别理解上文中提到的 那些崩溃的家长 他们不是不负责任 而是实在分身乏术 无能为力 他们已经为了孩子手忙脚乱 担惊截律 外界 却还是会因为他们没有及时 回复微信群里的消息 没有把老师布置的任务 完成得妥妥贴贴 没有把孩子的作业辅导得 漂漂亮亮而横加指责 个谁身上能不委屈 不崩溃 中国家长的疲惫与心酸 应该被更多人看见 这一代80后90后家长 他们正处在人生最需要拼搏的年纪 职场上危机四伏 时刻警惕 35岁魔咒 战战兢兢生怕自己不够努力 就会被替代 生活中他们尚有高堂 需要照顾 下有质子 需要教养 还要还房贷 还车贷 眼睛一睁 就是各种开支 周围都是依靠他们的人 没有他们可以依靠的人 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 但还在教育方面的琐碎事物 也落到他们头上 就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 家长崩溃的事情 才会频频出现 所以才会引起家长群体的巨大共鸣 诚然 所有父母都愿意为了孩子吃苦受累 但他们也是繁胎肉体 不是铜墙铁壁 一方面 家长要努力打拼事业 另一方面 又要求他们面面俱到 完美教育孩子 这本身就是矛盾呢 能做到的家长是神 不是人 很多时候我们总喊着教育减负的口号 其实真正应该减负的是家长 给家长们一个喘息的空间吧 让教育回归他的本质 让每个人 回归他的位置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晚安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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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